千欢万唤似出来 大家为何最初会见到 不时片头的片头 原因很简单 历来很多观众都会问 自从疫情过去之后 为何我们还未见到网罪 这个问题终于有网罪 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因为后面牵涉到大家有没有空 大家有没有空 你有空我没有空 你我有空你没有空 还要找地方 结果现在我们找到日子 亦都找到地方 所以在此需要和大家公布 日子是2023年5月26日 即是网罪 这个日子我们经过了一定考虑的原因 大家会否有空 出面Family Day 似乎那天会比较容易唱谈 那天是星期五 地点是哪里呢 就是姚半东的私房菜 具体地点是官藏兴业街明生工业大厦八楼 大家不需要太紧张 我们是有位同事专门负责登记的 电话号是92672622 打给这位同事便可以 大家不要当他24才是异线 他也要睡觉 不然会令他晚上 我想他不会听 最好是正常办公时间 或者办公时间以外 麻烦你去PM 对你收信息 我认为PM可能更好 不容易搞到人 有些问题他要即时问 这样是比较放心 例如多少钱 多少钱是未确实的 但一定是好东西 大家会觉得稍为贵一点 但我觉得跟陈智凡博士 和其他节目主持人是值得的 还有东哥私房菜是给足料的 是给足料的 我们相信大概是700多元左右 大家就自己决定如何 我再提及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也想着 因为疫情限制没有太大 所以我们会调多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今次向遇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我也希望未来就不要借一场 多一些机会和大家接触 人数的上限是40人 因为地方本身再放更多 他们没有位置 我估计大约三围左右 当晚除了我和陈智凡博士 应该有其他节目主持人 例如今次有了Kat 例如清晓神秘学的Lawrence 如果他有空间 还有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是谁呢 既然是神秘 那就不告诉你 另外有抽奖 抽奖是很遗憾的 这件事本身是我的错误 因为当时陈智凡博士 去了英国伦敦时 是带了一个 Syphon Hawking的金币 不是金币 是这个币 是康山 哇 这个是5年前的 5年前的 5年前的 那时Syphon Hawking还未死 他就叫我 找机会送出去 我认识了一条很刁转的情况 就是我想了一条问题 应该回答到可以获得这个奖 结果我想不到这个问题 是 就一直停留了 结果最近我搬了时才找到这些东西 幸好你找得回 我觉得如果和大家有互动 就尽量找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抽一下 即是过晚有抽奖的 可能这是头奖的吗 不是 这个是安慰奖的 安慰奖的 这个是惩罚来的 当然再想想 当然尽量找些有心思的东西 你可否送一本书 送一本书 要我临时写一本书来送 你不要这么说 例如Syphon Hawking的时间选市 那类的 或者是为观众而选书 上面加上我和台长的签名 要纯印就另外加钱 总之今晚大家很开心 因为见过这些军事人 我们整几年都没有办过这些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 可以尽快打电话给92672622 梁锦祥工作室的工人员 有什么疑问我们下次再回答大家 我们回到第二节了 第二节我们一定要讲讲天文学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天文学现在我们不可话缺的一部分 自从有了James McBride 我们都很少没有一节是不讲天文学的 但是没办法 每个礼拜都有新东西 还有我见听众都喜欢听 也都是新东西 所以我们就不介意讲 新东西方面是否我们的影像方面 是影到相当的精致来的 影像精致啦 影像本身是静态的东西 我觉得更加宝贵的资讯是连一些比较动态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譬如我们一会儿要讲的土星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来的 这样的 现在看到那一篇 我最初以为是画出来的 或者是photoshop 但是现在说不是 是真的拍到这样的 但是当然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土星的环是吗? 是的 是的 那我们要分地球上的金木水火土星 木星和土星本身的形状 就是大小是相似的 成分是相似的 木星大小小 近多些 那土星和木星我们怎么分呢? 我们知道土星比环多 木星上面有个大红斑 基本上就是它的主要特征 而我们看到土星漂亮的位置在哪呢? 就是它的环 甚至乎你叫一些小朋友画一下那些太空的图画 那你很容易就是画一个圆圈 就是外面加一个环 就代表着这个就是一个土星的标志 就是土星的环可以说是很signature的 就是很代表到我们的太阳系里面 那些行星的其中一种独特的形态 但是这个环会真是什么来的? 环上面是碎石啊 冰粒啊 杂不甭的东西 就是其实都是一些在它上面 但是没有办法形成一粒很大粒的东西 那些细碎的碎片 就是那些碎片够多 你外面就有个环在这里了 天王星其实有个环的 那现在用James Webb 我们看到原来这个环很多层的 不过如果我们就这样去看 基本上用肉眼就看不到的 木星其实也有一阵东西 在他的腰里有个环的 但是那阵东西也是不多 所以就算有木星环 你也要用仪器才看到 有些比较大的天体 其实是说的是银河黑洞周围的那些级积 任何黑洞或者中指星和白矮星 周围围住那阵东西 其实你也可以说是一种 纯粹万有引力的结果 有一堆很轻的层 围住中间一个比较重的东西去转 当外面那堆层累积比较多的时候 你外面那阵东西可以变成 看得到的 就是一个环状的结构 或者如果是黑洞 我们会叫做 一个吸积盘的东西 但是现在 对于木星、土星 它的质量不是很大的 但是只要外面也有足够多的尘埃 你都会看到一个环状的结构 你如果看到土星的环 你必须要哪几种因素在那里 土星本身有差不多的分量 外面也有足够的尘埃积下来 然后你又有个太阳光照射 令到那堆尘埃反射到足够的光 让我们看到 这几个因素结合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环 那环本身是否这个土星一存在就有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集中要讲的问题 是的 我们一出生一学土星就看到有一个环 那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个环 太阳一生成就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证实 就是说 那为什么土星会有这样的环呢 其实木星比它的质量更大 它的成分就差不多了 那为什么木星又不见它有一个环在那里呢 土星都可以有这样的环 为什么木星没有呢 那其实我们有权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土星有一个环 或者它的环形成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首先要留意 留得住在那些木星土星外围的东西 你其实很容易受到它外围 就是受到它的木星土星自身的引力去影响 另外呢其实无论木星好还是土星好呢 它外面有很多卫星在那裡 木星我们看到最大的那四个 那样 Io Europa Gennemidia 等等那些 那样 那其实土星也有很多它的卫星在外围 而这些卫星的它是同时 是同个 譬如说土星的卫星 它同时间也是同它的环 是处于在同一个平面里运转的 而这些卫星呢 是会干扰到上面其他的尘埃的 它会使得那些尘埃是脱轨的 尘埃的 那就是我会这样说 那些物质它是倾向一路去聚在一起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有一堆很散了出来的尘埃的话 你给足够长的时间去呢 其实它是会越来越稀薄 那些东西就会越来越走位去卫星或者离开一个环的地带 就是在那个环的地带就是 它有一个很短暂的稳定时期 给这些尘埃 就主要就是由土星自己的引力来留住它 但是在土星外围有很多其他的物体呢 是干扰的 是给出一个万有引力 是干扰到令到那些尘埃 是不能够太久太稳定地留在那个盘上面的 好了 那它留得多久呢 那我们看到的效应就是 牧星基本上就是因为 这种清空效应 就那个环就没什么在了 但是土星的环呢 就还是这么明显在那裡 那所以有人就提出一个学说 就是说呢 其实土星的环呢 是我们刚好幸好 它还没清空一次的时候 那个吸塵 即是它那个吸塵 机效应还没开足处的时候呢 我们都还看到它 牧星呢 原本可能曾几何时都有一个很大的环境 但是呢 在经历过这么长的时间 运转它们上面的卫星 又帮忙去 踢走一些东西清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你发觉就稀薄了很多 那现在呢 我们的发现就是 就是都可以说断定呢 土星的环呢 其实就绝对不是由土星生成的时候就形成的了 是应该是一个很深近的现象 而我们的人类文明 刚好得那么巧呢 就在一个好的时间看到它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如果以后再假以时日呢 那土星的环呢 照算一下 是会越来越弱越来越消失的 但是它那个土星的环 是外来的东西还是土星自己本身的东西呢 是的 现在更加需要知道的就是说 那这些东西的东西是哪里呢 就应该不是由自己拖出来的 应该是由外来的东西去加入的 那应该就是可能在某段时间之前 现在就估计着 以百万年计之前 如果以百万年计的时候呢 应该说的是地球已经有初代 已经有生命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夸张一点 如果恐龙时代 那些恐龙式体星呢 它望上的土星可能没有环 应该不会看到有环的 但是呢 就在这个 就是 都差不多真的比较近有人类的时候了 那已经在说的是 就是如果说人类的timeline 是在说这几十万年 但是它现在说的是 近这百万年的时候呢 才有一个外来的物质 它靠近这个土星 而这个外来的物质 它因为带的质量足够多 足够大 它也可能比较松散 那你如果要我乱估的话 它会不会是一些衛星呢 不是衛星 sorry 是一些瑞星 我们曾经见过 瑞星跌落木星那里的 而跌之前是被它拉散了的 那会不会说的是 二百万年前 是有一个更加庞大的瑞星 是绕过了这个的土星 但是被土星俘虏了 拉散了 它没有 就是它因为切入的角度 刚刚好的关系 它没有整个东西 直接撞了下去的土星表面 而是它被土星外围的 那个强大引力 而引发出来的那种叫朝职力 拉散了 于是乎 它整个瑞星的碎片 就会散布了 变成了土星環 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这些学说 似乎更加可信 最终的结果就是 是不是吸收到土星里面 照计它应该是会的 应该是我们随着 以后的子孙再看土星的環 应该会越来越弱的 这件事是有个数据统计在里面的 而且这个数据统计 也都是呼应了 刚才为什么我们说 土星環应该是新近的东西呢 那首先 如果大家去想想 如果土星環要是 土星一出生的时候 跟着就有的时候呢 那我们首先就是说 土星環上面 照计应该有一个稳定的 输入和输出的系统在里面 比如说 它每年大约都会有 多少新的质量 加回到这个環里面 来补充回 它被其他的 其他引力效应 带走了的那些土星環上面的 碎石塵埃物质 因为如果你的平衡 被打破的时候 你的环就不会维持得久 你的环要维持得久 就是已经在说 2亿年的时间 你一定要是 那个输入和输出的 就是你流走的那些 一定是有足够的东西去填补 填入去 才能够维持稳定 那现在呢 我们就尝试去量度一下 其实都是靠人造卫星 去帮忙去量度 就发觉 就是我们去土星的环 似乎我们数一下 它每年能够加入去的新的物质 很少很少的 远远不足够去补充它的自然流失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很动态地统计到 土星环上面的物质 照样是流失的 如果照样计一路流失下去 最后就没有了土星环 如果是这样 当初为什么会有呢 其实应该不是一出世的时候 是中途加入的 中途加入 而且曾几何时有很多 环很光很大 但是到今时今日 其实已经被当初形成的时候削弱了 现在就是说 土星是经历着一个 不断地清走它的环的阶段 其实应该这么说 那我们现在是肉眼望望到这些环 肉眼? 首先你想一下 我们肉眼望目星都是只有一点 其实土星你都要用 你不需要用很厉害的望远镜 你其实用一些 就是有些双筒的那些 就是放大率大一些 你都会认到那个形状有个环的 就是有些肥肥的 椭圆 你知道是有个环的结构 就是说那些就是 不需要用到现代很厉害的望远镜 但是你都辨认到那个结构的 我自己好像看过 我好像看到一个环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怎么厉害 有散光都可能会看到 是的 但是应该照计就要用辅助工具的 应该就是 那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这些环其实是冰 那我们在其他的这些星体里面 都会不会看到这些冰? 是的 它可以是石可以是冰 那其实就是更加印证了 可能就是由原本的彩星那里来的 那其实呢 我们其中在这个太阳系里面 一个很主要 我们会认为 水的来源呢 就往往是来自这些彩星 那其实呢 刚刚这个星期呢 那个James Webb 都有公布就是说呢 他都看到一些彩星里面 带了很多的水分在那裡 那我们前两三个星期都提过的 其中有个旧一些的学说就是说 我们地球上面 为什麽会有那麽大的海洋 那麽多的水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那些水是由彩星带来的 有些彩星撞了下来的原始地球 令它流了很多H2O在那裡 它是自然由原始地球里面呢 就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去留住那堆水分在那裡 那就不需要外面去加油 那样的 但是怎样都好 的而且确呢 我们去看彩星的时候呢 现在我们更加多的观测证据 看到呢 彩星上面是带有 就是带有水分在那裡的 那带有水分的意思是 但是它是自己生成的 还是经过一些过程令到它有水分 那照计这些呢 就是如果说彩星上面的水分呢 就不是彩星自己去生出来了 其实基本上彩星 为什麽会有彩星呢 其实它都是 一个有质量的物质 它自己物以类罪走了一块 它围绕着太阳去转 那中间它是 就是比较是留住了这些 就是水器的物质在上面 那于是乎就 就是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其实你看到呢 通常呢 在太阳是比较外围的那些东西 都比较多这些固泰水 就是冰那些这样的状态在那裡 就是我们都看到 照计冥王星上面 都应该是有冰在那裡的 那这个你可以想象就是 就是在整个太阳系生成的时候呢 那它怎样去将那些这样的水晶器呢 推了去那个太阳系 比较外围的位置那裡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它应该这么说 整个太阳 当它的原始太阳 一生成那一刻 开始点亮了它的核聚变反应那一刻呢 它就已经有一个能力 去将部分的气体 就越推越远了 就是用一个太阳风的形式 来把它推得很远 有部分的氢被推走了 有部分的氦被推走了 有部分的氦被推走了 也都甚至乎部分的水气都被推走了 那氦就更加容易飘到越来越远 但是水呢 就是那些水气呢 去到一个比较外围的地方呢 它们会 就是那些氢攤冷了 你不会见它那么容易凝结的 但是水气攤冷了呢 它自己的化学 就是化学件的关系 它们就会懂得凝结的 那所以当你去到太阳 比较外围的地方 那些水气推到那里的时候呢 它都好像有一个凝结的现象 就自己走过去变了 它就不是变成一个云了 直接可以结成一个冰了 那所以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太阳系外围 就比较可能是有多些冰粒的东西 在那里 而当这些东西 它可能是因为 跟其他有质量的东西 相互作用 使它向太阳那里跌进来 那我们就有机会去接触 一些原本在太阳系 比较外围的东西 就看到它外面的东西是怎么样 的确是有一些的彗星 它不是周期彗星来的 总之就从外面那里跌了下来 跟着就在太阳里滑过一次就走了 而且它的成份就 跟我们在那个八大行星里面 那些主流成份很不同的 就是外面那些成份来的 那你可以想象就是 彗星往往就带着了一些 在太阳系生成的时候 比较外围的那些物质的资讯在那里 那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太阳都会在周边都有这些冰? 嗯 就是我会说 在冰黄星轨道以外 那些叫古白带的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照计是的 应该 骂骂骂骂骂 什么都有 那你说如果有 有二氧化碳 跟着有冰黄 那一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唯独是情有独钟是冰黄呢? 那照计有其他气体的 因为呢 水呢 它们会懂得自己走在一块变冰 这个是有赖于 H2O这个东西本身的化学件 你如果给两个H2O 它会自然地走在一起的 它们有倾向中而黏在一起的 你给两个氢气 两个二氧化碳 它们不是很黏在一起的 就是力中间弱很多的 所以我就会说 看到冰黄多是会很正常 好 那这集的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 留言 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节目